北丹林貴 國台代表 立法委員 中華館長 以及文建復主委長 政府的 王金主 自政黨退休後 繼續接受生話美學 就位會豐富自己的退休生話 現在開始 王老師說 今天又入中華生話美學館 電視86天更迫娃創作 頭幾天帶鄉親來去欣賞 環境更迫娃創作 王金主對本一件作品都特別的創作力量 其實我從下網上的看 王金主說 鑑壁畫有創作上的困難 一筆畫下去就沒有火頭的機會 也沒有用意修改 創作的題材也都是生活當中 隨處可以看到的零數目 那鑑壁畫是非常困難的 因為你一畫下去 你就沒有回頭路 那我經常就是說 我畫了鑑壁畫以後 我不會讓它去再做一些塗抹 但是我會在層次上 然後慢慢慢慢一直跌上去 那即使是有一些 你覺得好像不是你原來要的樣子 也沒有關係 我做過的姻的老師 我老師認為大家很大 算是他零星的意外 這小月也就是臨臨館的期間開始 就到跟我們的鑑壁畫 來收穿心情 失控壓力 他也鼓勵大家要找出自己的興趣 來豐富自己的生活 其實我都是用零歲的時間 然後每天花一點點時間 再把它整合起來 再畫出來的 我就是要讓大家知道 你利用零歲的時間 你就可以找到你單純的快樂 你的生活可以很舒服 很簡單 這是我一直在標版的 簡單生活 簡單畫 我老師這次鑑壁畫作品 是以我的生活美學為主題 他會鑑壁畫跟文庄作品 來團達個人的生活美學 讓生活有精彩 讓死命有意義 大中華新聞 中西良 中華 彩虹報道